本土的疫情持续升温 现在全台都在强大第三剂疫苗 来看到的是在中南部的接种站 出现了排队人潮 台中的文新森林公园 假日的时候大排长龙 这队伍当中有一半都是年轻人 好 大家忍不住抱怨说 1922真的太难预约了啦 不如直接来排队比较快 而另外呢 在屏东 有民众说他不到五点钟就来卡位 整个队伍绕了好几个弯 虽然紧急追加双倍剂量 但还是有人最后没有拿到号码牌 抱怨不断 屏东民众抢牌莫德纳 人潮排了好几个弯 几乎看不到镜头 几点过来的 五点以前 抢头箱的民众五点就来卡位 人实在是太多 虽然紧急追加剂量 但还是有人太晚来 打不到气扑扑 我们是不是回去又要来等 要重排呢 对啊 为了抢打莫德纳排队排到爆的 还有台中的温馨森林公园 我最早 你几个 我六十七十九月 最早 因为我第一季第二季都是打AZ 所以我第三季一定要打莫德纳 才有那个感觉保护力会有提高 现场观察队伍中有一半是年轻人 多数都有试图用1922来预约 但实在是太难抢 他都在抢所以不好抢这样子 上的时候预约都满 因为要抢那个时间 不好用就是一定要提早 你符合资格时间到就要马上预约了 瞧不到不意外 因为台中这次可以预约的 十四点八万剂当中 莫德纳只有七点六万剂 一开放就秒杀 我可能比较特别 因为我做三分工作 没有时间去预约 是喔 这么辛苦 我刚好就是运用这种谁到谁打 预约到 可是比较后面 就是下礼拜了 如果今天有的打 今天有的打就先打 连有预约到的也来排队 毕竟天天都有本土新增个案 疫情已经扩散 还是早打早安心 接下来中屏东综合报道 刚刚您看到了整个第三季的新冠肺炎疫苗打气很旺 因此指挥中心已经宣布了 明天要开放第20轮的疫苗预约 至于第19轮的预约在昨天中午已经截止了 莫德纳的部分预约量几乎是爆满 指挥中心发案人庄人想建议民众说 也可以打同样是mRNA疫苗的BNT 效果差不多 同样副作用是比较低的 好指挥官城市中则说了 无论大家选择哪种厂牌 都请大家能够下定决心 赶快来接种 不过打疫苗呢 还是要多加小心 因为在嘉义游民59岁的妇人 去年打了两剂的AZ疫苗之后 两天前她接种了第三剂 这一回她选择混打莫德纳 好但是没有想到在16号凌晨的时候 突然呼吸困难 送到医院急救 两个小时依旧是宣告不治 目前嘉义线卫生局将会上成中央 厘清死因到底汗 接种疫苗有没有关系 疫情来世兄兄全民强打第三剂 大牌长龙只为注射一剂 保护自身安全 嘉义一名妇女前两剂施打AZ 第三剂选择打莫德纳 两天后却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 居然宣告死亡 这个无性妇女她是大仆人 租房子在中复 1月14到卫生所去接种以后 今天早上有不舒服的一个状况 519岁妇人住在嘉义中复 去年7月17打了第一剂AZ疫苗 10月打第二剂 今年1月14号第三剂选择混打莫德纳 两天后清晨呼吸困难身体不适 送医后抢救两小时 人宣告死亡 有老板通知119送到嘉义室的医院 那到眼前已经死亡 会主动来跟家属做联系 那这个个案也必须由那个检察官 来做一个相验的一个状况 妇人接种第三剂 混打莫德纳却猝死 很可能成为首例 卫生局还没有接获医院通报 将上陈中央 厘清妇人猝死 是不是和疫苗有直接关系 据好个问李毅荣嘉义报道 好在昨天又再度新增6例的确诊个案 但是到底这些人是怎么被感染的呢 桃園市政府在昨天下午 也立刻公布了所谓的染疫座位图 发现在联邦银行聚餐 半开放式的包厢旁边 就是感染的热区 其中有一张双人桌呢 在1月7号还有1月9号 各有一对情侣 还有一个人染疫 另外警铃一桌 还有一家七口的两名幼儿确诊 至于在16号确诊的三代同堂的夫妻 跌倒则是距离比较远 因此详细的感染源 现在还有待厘清 本土一口气暴增10例 其中6例都是与西堤群聚相关 曾到过西堤中立中山店 用餐的顾客相继燃疫 案17903案17904 这对夫妻1月9号晚上 三代同堂共11人用餐 两人遭到感染 另外案17929案17931 也在同天用餐 另外还有两位是新竹某科 大的社团老师和学生 案17932和案17933都确定染疫 到底这些染疫的民众都坐在哪里 座位图也曝光 先前确诊的两名幼儿 同级案17883和案17884这对情侣 1月7号当天竟然都是与联邦银行的包厢紧铃 而1月9号案17847 也坐在确诊情侣坐过的位置 确诊夫妻1加11口则是坐在包厢 相隔一段距离 但距离联邦银行的尾压 已经过了两天 为何还是染疫 对Omicron 其实因为它的跟 呼吸道的亲和力非常的强 其实当然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传染途径 由于香港有专家表示 Omicron已经不再是非目传染 而是更可怕的空气传染 当中的服务生其实是有确诊 然后整个的团染途径 借由它来传染 这个是要列入考虑 虽然餐厅目前未禁止内用 不过指挥中心要求餐厅要做好 自身管理工作 这可能在内部的管理 需要再多紧张一些 医师省正男就建议要到餐厅用餐时 务必要等到吃饭才摘下口罩 吃完就要赶快离开 另外高风险区域像是厕所 不要脱下口罩 上完也要记得消毒双手 至于要挑哪个位置 比较不容易染疫 专家说进了密闭的餐厅 做哪一样有风险 最好还是减守外出用餐 比较安全 记者陈正茂陈佳伦 台北采访不到 整个City牛排的群聚感染个案 现在疫情跨县市 因为是要到新竹去了 在新竹县有一间科技大学 两名的师生 1月9号曾经到中立City去用餐 其中女学生的病毒量蛮高的 好平时是在学校 对外开放的游泳池打工 因此让社区的居民听到之后 都非常的担忧 现在学校方面已经紧急停课两天 医疗团队也进驻了 初步匡列了300人 要来进行裁剪 City餐厅群聚案 从幼儿园国小国中高职 现在烧到了大学 新竹县某科大 由师生前往用餐 双双确诊新冠肺炎 案17932 20多岁女学生 以及案17933 30多岁的社团老师 两人1月9号 曾到爆发疫情的中立City中山店用餐 先是女学生 在11号喉咙痛胃寒 13号发烧 15号裁剪确诊 CT值18病毒量高 社团女老师则是一开始无症状 但16号发烧 裁剪确诊 CT值33 两名师生染疫 校方关闭所有运动场馆 让不知情到校 想打保龄球的民众 吃了闭门羹 且疫调还发现案17932 这名女大生 平常都在学校对外游泳池打工 是面对所有泳客的柜台人员 附近居民进出 增添社区风险 复境店家这阵子 只得加强防疫措施 医护团队也进驻校园进行裁剪 初步匡列确诊女大生 宿舍同住者同楼层 以及同班同学老师等 将扩大裁剪300人 紧急匡列筛检 希望守住大学这条线 以免经常打工的大学生 又把疫情带入社区 记者何孟谦新竹报道 此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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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